但他不疾不徐 不慌不忙 再來一支十分剪吧凱莉 哇 你看 凱莉就有那個很很神奇的動作 就有看到很多網友就是在那邊說什麼 你不要假鬼假怪 替他感到很開心 終於 好 比賽開始 紅隊的第一棒阿樂 現在已經要準備射出第一箭 你看阿樂現在正在秉氣凝神 調整自己的呼吸 其實上次阿樂的表現就相當的亮眼 而且一支比一支更準 甚至最後是射出了十分剪 實際上他這一次的表現也相當的傑出 阿樂上一次的三支劍分別是 六分 九分 十分 三支劍總分是二十五分 哇 他現在的第一支劍 大概是落在七分的位置 第一支劍七分 GO 接下來輪到的是藍隊的第一棒安以喬 安以喬上次的穩定度也還滿好的 八分 六分 八分 總分是二十二分 那其實這邊沒有太多風式的影響 每一位選手是有六十秒的時間 但是喔 因為這個翻曲弓啊 你拉弓拉得越久 他的弓會變得越重 YES 我第一支劍是十分 他第一支劍就拿到了 阿姨才經過很多耶 對 他第一支劍就拿下了十分 相當不容易 是 接下來輪到的是阿樂 他跟你的心臟會比較大 好 阿姨 對 阿姨很穩定 斯恩 好 YES YES 好 阿樂的第二支劍也是拿到了十分 所以 載一個十分劍 對 載一個十分劍 這個距離跟上次一樣都是十公尺喔 是 沒有風的影響之後 因為上次風非常大 有人拖到最後五秒才猖狂出手 而且這一次啊 藍隊都有帶自己偏常習慣的弓 跟習慣的劍 所以在整個穩定度啊 比賽的表現上面可以健康 安苡喬第二支劍是九分 九分 好 專業 成績也不差 非常好 那今天穩定度極佳 那其實現在安苡喬呢 只要保持剛剛的狀態 就是很有機會在這個比賽當中 先舉個領先 最後十秒鐘 哇 YES 好準 他的集中度很夠 幾乎都是在差不多的位置 對 這一支 一個九分劍 九分劍 所以安苡喬三支加起來總共是28分 目前呢藍隊已經是領先了4分 好 接下來是女子組的第二棒啊 要上場 看 不過芝芝跟泰山一樣 我們台東來得 對 這個天生的基因喔 那就非常適合運動 不要撈虧 OK 把那個抓山豬的精神拿出來吧 唉 就用射箭射山豬啊 狩獵家的精神 哎唷 可以有在九分 九分 哇 芝芝果然沒有讓大家失望 第一支射出的九分減 哇 凱莉上司的成績 九分 七分 七分 其實準度也算是挺不錯的 嗯 可以 上一次她三支劍是23分 所以對 怎麼晃了 因為我發現今天藍隊好像等待的時間會比較長 應該也是九分 九分 有跟上 其實對於凱莉來說 真的因為上一集羽球 最後兩個賽末點都因為 拉得十五拱手把順利送給了對方 對 其實凱莉一直都是非常認真的練習 而且在藍隊裡頭呢也是 滿承擔壓力的一個角色 所以 哇 十支九分減 九分 連續兩支九分減 兩支九分 兩支九分 派閃 你看藍隊的凱莉現在要射 她個頭都那麼嬌小 很佩服她喔 我剛剛就一直在注意 好 注意 他們都很沉穩這樣 對 然後不急不急 不會因為說秒數一直在跳一直在跳 防得讓自己著急 他們應該有一個點 我差不多在什麼時候我要開始起 開始起吧 然後什麼時候射出 是 他們幾乎都過一半以上的時間才是確定 Yes 喔 十分 所以我相信教練應該有 十分 凱莉射出了十分劍 鄭重鴻信 所以泰山哥你覺得喔 其實在每一天射出去之前 花一段時間調整自己的內心平靜下來 是不是準度會更夠 對 對 因為如果的你心境不平靜的話 我相信 你射出來的劍的分數 一定不是那麼好 好 輪到芝芝的第三支劍 哇 這一劍在紅色的區域 大概是8分劍 8分 998 那紅隊目前加總是50分 嗯 姿勢都來了 藍隊 現在如果以五支劍來看的話 加總是 已經47分囉 47分 所以藍隊就算這樣 這一支劍呢 基本上 只要表現在他們的水準以內 就是持續領先的 凱莉剩下30秒 但他不急不虛 不慌不忙 再來一支10分劍吧 凱莉 YES 你看 15 10分 10分 有機會10分 10分 如果壓在線上的話 會以高分的分數來準 10分 凱莉連續兩支10分劍 總共目前呢 在藍隊的部分呢 已經是57分 在前兩輪 所以目前呢 藍隊是領先了7分 這樣就中了啦 怎樣 怎樣 這樣就中了啦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第三方上場的呢 紅隊的是 琪琪 藍隊是Kimi 而琪琪呢 其實今天是戴傷上陣 因為在這個禮拜練習的時候呢 他的左腳踝扭上 而且腫得好嚴重喔 但是因為他上一次啊 射箭比賽表現得很好 連續三支都是九分劍 所以呢 他還是堅持在 今天 他要為紅隊上場出征 哇 一拐一拐的走上 那個發射區 真的是 你也很心疼啊 因為琪琪上一次在戶外 風那麼大的狀況之下 而且還可以射出 連續三支九分劍 而且他射得很集中喔 都在同一個位置的九分劍喔 在10分 直接10分 10分 琪琪 琪琪了 球迷星運動會最讓人動容的 都是他們的這種 不服輸的運動家精神 不管是琪琪 還是藍隊的鼓威哥 而Kimi則是第一次參加射箭 對 當然現在藍隊前面兩棒 已經領先了有7分喔 他的壓力稍微小一點 但只要穩定正常演出 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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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我們真的好適合比射箭喔 因為我們女生準度很夠 而且呢 他們射箭起來的畫面都很美 讓人心曠水你想看 我常常看那個射箭 我常常看那個小他們 有時候他們那個臉部都會扭曲 都這樣 對啊 你真的會弄到臉 欸 我們的都不會 我練習的時候狀態就是很好 我覺得我自然發揮 一切都OK 哇 又是10分 謝謝 很好 連一區兩區的10分劍 來 來 可以 可以做 對 哇 PIMMY PIMMY PIMMY這一箭是 10分 10分劍 10分 10分 壓線喔 起棋第三支劍的機會 目前紅隊的加總是70分 藍隊是76分了 所以起棋必須要把握好 最後一支劍的機會 起棋的最後一箭 這一箭 起棋的最後一支劍是 三支 9分 9分 所以我們對加總 對啊 9支劍是79分 所以PIMMY剩下最後一支劍 他只要不要太離譜 只要不要太離譜 就可以 只要3分以上啦 就可以拿下 這一場比賽的勝利了 KIMMY的最後一箭是9分 是9分 所以藍隊拿下了女子組 這一點的勝利 我覺得凱莉表現滿棒的 上次我們射箭的時候 凱莉就有那個很神奇的動作 然後就有看到很多網友 就是在那邊說什麼 你不要假鬼假拐 就覺得很替他抱不平啊 這次他也是一樣做那樣子的動作 但是他射得真的很好 替他感到很開心 終於 啪啪嗓那些網友的臉 雖然這些是不能用的 但是我這時候很想講 卡莉你很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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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